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花是一对夫妻 当病毒开始传播的时候 两人刚好都在家 但是两个孩子却出去游玩还没有回来 尤其得知被咬之后 立刻就会变成丧尸 两人就变得更加坐立不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外边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桃花还以为是孩子回来了 打开门才看见是别人家的孩子 不过先别管那么多了 拉进来再说吧 但谁知这个熊海的后边还跟着一大片僵尸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 本部影片的丧尸战斗力那是非常强的 铜墙铁壁不说 跑起来个个都是伯尔特 丧尸冲进家门之后就开始疯狂咬人 大助虽然是一家之主 但他并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职责 而是扔下媳妇自己一个人跑走了 灾难爆发五周之后 丧尸因为缺少食物都被饿死了 十一周之后 美国北约军队进入伦敦 十八周之后 军方宣布英国境内已经没有丧尸 二十八周之后整个英国开始重建 小鲁班似乎看到了丧尸片最完美的结局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而已 灾难之后的幸存者们相继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其中就包括大助的两个孩子 小翠儿跟小黑 两个孩子在部队的帮助之下找到了大助 但是当孩子问起妈妈的时候 大助遮遮掩掩的说 妈妈被丧尸咬死了 第二天 两个孩子因为过于思念妈妈 就偷偷跑到禁区 希望可以在家里找到妈妈的踪迹 两人在半路上捡到一辆摩托 就看着回家了 不过刚一打开家门 他们发现妈妈居然没有死 然后就被警察带回来做起了研究 毕竟能在没吃没喝的地方生存二十八周 先不说有没有被病毒感染 就这个能存活七个多月不死的稀奇生物 也值得研究一下 经过检查 科学家发现桃花确实被感染了 但是在她身体里有一种抗体 这种抗体可以抑制病毒的发作 所以桃花才活到了现在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大助的耳朵里 而她抛下老婆独自逃命的丑闻也被儿女得知了 大助高大的父亲形象瞬间崩塌 无言面对子女的大助一路跑到了老婆的病房 跑得这么快 好像你有脸面对媳妇似的 意外的是桃花并没有责怪她 还夸她当时跑得真快 那些暴躁的丧尸完全被你甩在身后了 大助一听这话就笑开花了 上去就给了桃花一个磨磨答 你大概不知道你媳妇现在是个病毒携带体吧 大助一嘴下去就被病毒感染了 然后就跟吃了摇头玩似的疯狂撬打窗子 还顺便把桃花整死了 这时候病毒就像泄露的大姨妈似的疯狂蔓延 军方为了控制局面下令杀掉所有从工厂跑出来的人 这其中就包括小翠儿跟小黑 好在一个女医生及时发现了他俩 开车把他们带走了 路上还遇到了一个暗恋女医生的平头哥 平头哥对于女神的话那是言听计从 女医生告诉他 这两个孩子中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病毒 这个人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于是平头哥就动用关系 搞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可能是关系不够硬 直升机小哥并不打算把这些无关的人带回基地 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票丧尸赶了过来 虽然直升机小哥花样挺多 玩了一把螺旋桨扫僵尸 但最后还是被丧尸拽了下去 没有了直升机 上下的四人只能跑到城市中躲避丧尸 此刻军方正在对城市进行大扫荡 又是红烧又是清蒸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汽车 车子还没发动 于是平头哥只能下去推车 最后汽车是发动了 平头哥也被当成丧尸 被军队红烧了 女医生开着车一路跑到了地铁里 才摆脱了军方的追杀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柱居然埋伏在了这里 上来就把女医生敲死了 我想问大柱你是坐地铁过来的吗 随后大柱又开始咬自己的儿子 看到弟弟被咬 小翠可就忍不了了 一枪就把大柱打死了 老妹干的漂亮 对这么一个抛弃妻子 感染儿子的人就应该敲死他 不过小黑却因为自带抗敌 没有被感染 最后两人被赶了的军方人员带走了 本以为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随后出现了一波丧尸 告诉大家 其实病毒已经扩散开来 摄像的场面 再加上恐怖的背景音乐 一部标准的丧尸集裁电影 就是情节上行接的有点生硬 综合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看过第一部 惊变28天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影片 好了 本期的鲁班爱看剧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我哦